香港楼价走势长期向上,年赏车盘亦动摘预五百万至六百万元,反观年轻人入息加幅远远落后。 即使看中心水楼盘,申请按揭时亦容易因入息不够计而碰针。 如仍想成功置业,可考虑尋找一位具材证实力的亲友作为担保人。 协助担保上会,不者今期将详解担保人的担任条件、用途、责任及领保等四大范畴,以解答最贴身及常见的疑问。 虽与借款人为近亲关系理论上,只要与按揭借款人为近亲关系,即符合成为担保人的资格。 例如父母、兄弟姊妹、夫妇等,令未婚夫妻亦当作近亲,但要向银行作出声明。 如指罪做六成按揭,大部分银行仅要求于申请表声明与担保人的关系。 无需提供关系证明,然而,约罪做高乘数按揭,将需购买按揭保险并经香港按揭证券公司,HKMC,审批。 HKMC会严格查证近亲关系,申请人或需要提交关系证明。 一旦近亲关系不被接纳,HKMC或拒绝批出岸保,监保人的主要用途, 事于计算公款与入息比率、DSR,及压力测试时。 协助提高入息水平,以通过案揭审批。 程序上,银行会将借款人及担保人的入息及负债商家。 事作一个单位来计算DSR,及压测。 举例,借款人入息为1万元。 担保人入息为2万元,及每月供借5千元。 合併后的总入息为3万元。 总供款值为5千元,加上按揭还款。 值得留意,若担保人有其他按揭在身,该申请便不能以免压测条款审批,成为按揭担保人需要付上债务责任,并有其他风险及注意事项需要小心,例如日后A军买楼或再替其他人作担保时。 A军之前作担保的每月按揭供款,需要全数计入按揭审批的压测及DSR内,并需要用较严格的五十分之四十计算,正常情况为六十分之五十。 此外,还联资料付会显示,有担保人身份的A军Mortgage Count不是零。 故A军申请案揭时,银行会查询Mortgage Count的由来,届时A军必须向借款人索取贷款信,Facility Letter,证明自己为担保人,故应提醒借款人保管好该封件。 此外,担保人由于已有其他按揭在身,不经按揭保险最高只可借五成按揭,如经案保则可照借足九成。 有准业主代致申请案揭前夕,财急忙脱走担保人身份。 然而,还联资料付的更新时间,事有一定制后,倘若想第一时间申请案揭, 可事先准备曾担保物业的原始贷款信,以及脱走担保后的新贷款信,向银行证明已脱走担保。 上述两封信件均要由借款人手上取得,担保人无权自行向银行索取。 为他人担保亦需压上自己的信贷记录。 如果借款人延迟供款甚至断供,将拖低担保人的信贷评级。 故担保人应定期查阅自己的评级变化,并提醒借款人准时还款,若想免确麻烦。 只要代案揭借款人家身后,入息救济DSR。 即使于佛息期内,担保人仍可随时脱走担保身份。 需留意,部分银行设有担保责任期,即脱走担保后仍有一段时间要维持担保人责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